一只死抱着4-3-3,加图索本赛季只在对阵罗马的最后时刻,把库特罗内和伊瓜伊,同时放在场上打4-4-2,最后库特罗内绝杀了罗马收得奇效。 这场在落后的危机关头,他再度想起这一招,当然就得有最近一次难得伊瓜伊和库特罗内都能踢的前提,一场并不是那么好看的三缸一前55分钟的比赛内容都不值一提,加斯蒂列或其实在前面已经踢的像一个双前锋里的前锋了,但是他的抢点能力实在有限,或者说他其实并不习惯抢点。 巴卡远和伦幻凯西T又中场,但他也不习惯,赶在搜索身后扫大多坑的活,想上前去又分不到搜索的球权,反正变变扭扭的。 至于卡拉布里亚的传终能力一如既往的烂,但倒是罗德里格斯前面的传终水平也突然被拉到海平面一下水平了,前面55分钟最郁闷的一定是伊瓜伊,跟这帮队友没法配合啊。 54分钟加图索终于把恰斯蒂列或和伯兰文图拉换走,更重要的是换上了状态恢复的恰尔汉奥鲁。 上一场大胜萨索罗已经证明了一个状态好的,恰尔汉奥鲁是米兰前场不可或缺的一环。 再次证明恰球王对米兰的不可或缺而库特罗内则告诉你,有时候放两个前锋,其中一个会强点。 另一个技术全面,事情往往会变得很简单,70分钟罗德里格斯就这么简单的45度脚船中,找到库特罗内的头顶就破门了。 尽管这是本场几乎第一次船中能找到禁区里的人,第一个进球,45度斜掉,请古典一瓜音带走一个中位,库特罗内插到另一个中位身后,船中,破门,看着真是古典,第二个进球看着更古典。 反几乱和奥鲁带球押到禁区前,两个前锋一个跑前点一个跑后点,前腰直撑给后点的前锋,后者用个人技术解决问题。 第二个进球,前腰直撑双前锋,请古典看着是不是有熟悉的味道,你知道我在说什么? 第三个进球,一样的古典,前腰反套下底,两个前锋依然一前一后, 后点的前锋,强点破门。 第三个进球,前腰下底传中找后点前锋,好古典好简单的套路,可是有时候简单的套路反而更加好用。 米兰用最古典的方式,连进三球你敢取胜,老实说本场面对奥林匹亚科斯踢步的阵容。 主场可以说前面踢得稀烂,后面拨命一坏板而用最简单的方式拿到最好的效果。 证明了433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抱着的,恰尔哈尔罗是不可或缺的,以刮音的还是高出一般的。 苦特罗内是可以踢双前锋的,苦特罗内的强点,不知道,你们想到了什么,我只想到当年强点的音扎集合技术全面的舍斧琴科的射音组合。 你们一定要说我歪歪了,没有可以信了,吹上前拉之类的,就是这么一感觉。 在假期看完球一瞬间的感觉,依华音的全面另外,巴卡远和前面踢了四场,米兰无一圣计,他踢不住场两次,贝纳,不勒斯逆转,贝亚特来打追平,他没踢得两场,米兰战胜罗马,打胜萨索罗,这场他终于开斋了。 可实际上银球跟他没啥关系,我无力吐槽,像不像当年的双前锋组合。